当然,在妇女方面强调要均衡饮食,营养也要均衡 在中医做食疗的调理方面,我们当然都会根据人的体质去调理 如果平日手脚怕冷,代表有腎羊虚,可以吃羊肉、牛肉和温性食物 如果平日很容易热,或者容易出汗,甚至手心比手背热 这是代表阴虚的体质,阴虚的体质可以吃些滋阴的东西 平日可以煮八盒,喝一下,八盒是一个不错的滋阴食物 如果平日有濕,即是个人比较肥胖,好像走起路对脚重重聚聚 有濕的,平日就要去濕 在去濕方面,我们就着重健脾去濕 所谓健脾是令消化力更好,吸收营养也容易 也没有那么容易是最濕,平日可以吃一些淮山、二日米 这些都可以去濕的 其实不关乎怀不怀人 在喜欢的角度,一般冬的东西都不建议喝 冬的东西会影响消化 如果消化不好,就容易引致有濕聚在身体内 这个濕会是一种病理的物质 在中医的角度 另外,如果你是容易口干,喉咙痛 我们俗称是上火热气的 一些煎炸,辣东西都不好吃 阿 Program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